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委員文志之質詢已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答覆並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現在請王委員惠美質詢 詢答時間為15分鐘 主席有請我們林院長 請林院長 王委員好 院長早 我看這次的風災之後 你也下去看了非常多的地區 那我想請教一下 那這次的那個煤激颱風狂掃之後 我們彰化縣 這個中部地區的一個災情 狀況你大概了解嗎 我也了解 彰化地區也是有很多容損的問題 那院長你有說到說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希望是重憂重寬重塑來認定 那我想請教一下我們到底有什麼具體的做法 因為呢我們這個外界一直在講說主委好像在打你的臉喔 可是因為主委也是星期六才回國喔 那他也在禮拜天很快的就下鄉去了解一些狀況喔 那我想知道的就是說 我們院長所謂的重憂重寬重塑 那到底有什麼具體的做法 這個部分我想除了我們的這個現在對於某一些農損的這個部分 我們有把它的這個損害的那個救助的部分喔 有視情況有做一些調整提高之外 那麼另外我們也特別針對就是那個區公所或者是聖公所 他們在認定農損上面了 我們特別要求他們不要在過度拘禮在是不是損失到八百 不會像過去完全完全依法定鏘鏘啦喔 不會吧 就是說原則上他們因為過去我們去現場看 確實有很多去政公所的同仁可能在這個認定上太慢 那麼他都是要拘禮在是不是損失到大使 這個是行政的東西嘛對不對 認定的部分但是現在本席就遇到了兩個 我把彰化線的一些狀況也讓院長你來了解一下 第一個我們跟主委那天禮拜天也很認真的下去 看了我們的彰化有名的這個葡萄喔 那這個葡萄說真的過去也真的是創造了非常多的一個千萬富翁啦 那真的民眾真的很辛勤的工作 在我們今年的年初他有一個所謂的含害 在那個過程中幾乎我們那一季的葡萄全部都沒了 好不容易我們的農民把塞切起來又開始又繼續來把這個葡萄 這個繼續跟它復原啦 在這個狀況中啊剛好在一個多月兩個月要有收成了 我們呢剛好又遇到這個颱風 圈回了 可是呢我們的這個過去我們的法令的一個認定啦 我們明明是葡萄是兩季啊收成兩季啊 我們行政單位卻把它認定為一季啊 所以呢定年只得有一季的一個補償啊 可是事實我們農民要求不多只要你事實給我認定 我真的上一季有做嘛我這次還是做了嘛 那我現在真的是沒飯吃了嘛 而且不是走今年沒飯吃喔 我會影響到我明年的收成還會有問題喔 那這個部分我想因為過去的一些行政怠惰 導致的認定的一個問題 能不能利用這個機會把它修改一下可不可以 這樣好不好因為這個部分第一個就是我 因為彰化現場是 主委有看過 主委在看到是不是讓主委來做一個說明 好實際情況 這個季風葡萄過去都是一年收厚一次 那麼實際上有 兩次吧 它有冬果跟夏果吧 有一部分是有產期調節的部分就有兩季 那麼過去的習慣這幾十年來都是把它當作一季 因為過去天災沒那麼多 哪裡知道今年剛好這樣 那麼就這樣這個時候我們就是趁這個機會我們會檢討 可以啦齁 今天下午我們還沒跟院長報告 因為是前天剛回來 所以我們就會今天下午會召集農糧署 那麼輔導 我們才事實認定 他真的有做真的投入了成本 我們該照顧就跟人家照顧 可以嗎院長 你不要讓民眾沒飯吃到時候油藍車又來替你抗議喔 會翻倒了喔 我們當然是以照顧農民喔 同時希望農業的發展能夠永續做一個原則啦 那麼至於這個實際的做法 那麼我想我們先看主委做了決定之後 我們不應該懲罰農民 他確實是有做 你不能說我一年只補助你一次 我剛才年初有了 那我年底就可以休耕都不要做了 這不是農民 農民是很勤奮的 好不好 不要處罰農民 應該要鼓勵農民才對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希望說我們農委會跟院長這邊要大力的來支持 第二個有關於我們現在說真的 過去的法律應該拿出來檢討 怎麼說 我們過去的孤農在種啊 大概都是一層兩層而已嘛 但是因為現在的技術進步很多 那我們孤農可能在一個小面積裡面 他種了非常多的層 那問題是現在我們的補助辦法 還是依照他的面積 那依照他的在地的面積的話 現在真的是不一樣的 風前涼起後水進來了之後 這些菇也都完蛋了 可是我們的賠償部分 還是以他的面積為主啊 跟稻田是一樣的 可是我們現在的菇的一個 這個種植的一個技術 已經到了非常可以五層六層的狀況之下 所以在這個部分也希望說 我們農委會這邊 跟院長這邊能夠一併的 是把這個相關的補償條例 做一下檢討 可不可以 報告委員 這個不是補償 這是救助 救助啦 或者讓他貸款額度啦 這個地方我們就是一向農業金庫 已經都準備好了 好再來接下來喔 除了這個農民的心聲之外啊 我想後續的一些那個保險啊 農業保險的部分啊 我們希望說我們農委會盡速再來推 因為我們好不容易爭取了很久的農業保險 到了去年才用高階禮 那據本席所了解 高階禮到目前農業保險的這個狀況 也不是很理想 為什麼 農委會三分之一 縣市政府三分之一 農民還要三分之一 那他們因為這個這個保險 這個金額繳納的一個問題 導致他們願不願意來保險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爭解 所以我希望說農委會針對這個農業保險的部分 能夠多加檢討 讓更多的農民肯來支持這個保險 我們政府的負擔就不會那麼重了好不好 可以嗎院長 這個保險的部分 我的了解農委會其實正在做這個更多的規劃 希望不是只有您剛剛所提到高階禮的部分 是希望 擴大了 對 多項的這個農產品都能納進來 而且只要規模變大之後 那麼它的費率部分也有注意降低它的費率 那麼至於剛剛您提到的部分 當然我想政府或者其他的這個部分 其他部門來協助農民一起來承擔 這個是合理的 不過也不會說是完全讓農民不承擔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會牽到一個道德危機的問題 也就是說農民他應該是 我們希望透過保險他做得越好 是應該 但是我想要在他能夠負擔得起的範圍 這樣有注意讓他農業 為什麼 為什麼農民他要參與的意願那麼低 我現在也不用你也只有一部分要賠償我吧 對 所以我們是希望就是說農民 因為保險機制為什麼要引進 一方面是給他農民更多的這個保障 是因為他如果真的損害的時候 問題我們現在給他的保障額度也不是他的全部 也是只有大概三分之一 所以保險才會好 那我再不給你這個 我不參加你的農業保險的部分 你給我的救助也大概是在這個範圍啊 所以我在講說用保險對他們比較有多的保障 那另外一個原因在什麼 是因為保險有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我們真正去採取保險的話呢 那麼只要是他的農業設施做得很好 他損失越小他費率會越低 對 所以這樣會讓農民有意願去提高他的 現在就是要如何增加農民的意願 讓更多的農民來參加 這樣農民會更有保障 政府的負擔也會更少 不是應該這樣嗎 這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我們希望呢 就是透過這樣一個制度 讓未來農業保險才能夠推廣 才能達到剛剛的 我們都有一個共識 加油 好不好 好 謝謝 再來有關於這次風災的狀況之下 又衍生了一個叫做斷電啊 沒電的問題啊 我們彰化線有到第五天才開始 還有一些零星的人還沒電啊 到最近才陸陸續續 去完成啊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還是要建議啊 第一個啊 我們這個電纜地下化的部分啊 我覺得應該要 要極力來爭取 都市人口密集的地方 我們盡量讓他下地 那比較鬆散的地方 我們會建議 讓我們那個網絡不要只有單向 他能夠雙向甚至於多向 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電的部分 就不會像這次這麼嚴重 彰化線幾乎到55萬戶停電欸 我們甚至有的人到第三天 第四天才大量負電欸 那像現在的整個狀況之下 一兩天沒電 實在真的很難生活啊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未來能夠朝向這方面 但是本習看了明年度的預算啊 我們的電纜啊 包括天空的以及地下的 不過才編35億啊 而大部分都不是用在地下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部分啊 院長您能夠極力下去啊 讓我們這個電纜地下化 能夠盡速來落實好不好 我想這邊有兩點特別來回應您啊 第一個就是說對於這個民生用電啊 這停造成的這個停止啊 造成的維生系統的時候受到損害 這個部分呢 確實是我們非常關心的問題 所以我在每一次風災的時候呢 都對這個電的修復部分啊 特別關心 但是呢 我也必須要了解 就是說如果能夠讓 我也我們要求財電在檢討 就是能不能讓電 就是您剛講的這個電線電纜地下化啊 能夠盡速進行 不過當然這個部分都要尊重專業 就是雖然它在進行 當然我們尊重專業 我們的建議 你給我解釋 就是這個問題在哪裡 是在於我也最近讀到一些報告 說電纜如果地下化呢 其實有時候也會有一些問題在 包含第一個 它如果萬一損害 我知道颱風的問題 院長我尊重專業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與其推電業自由化 還不如先推這個電纜地下化 我想人民會更有感 這兩件事情 我們進到下一個 來院長你看看這些東西是什麼東西 左邊這個是什麼 那個主委請坐 主委請坐 左邊這個是什麼東西 抱歉這個圖 這個叫跳跳塔 右邊這個叫做梅子餅 下面這個叫做巧克力 再看 左邊這個叫做咖啡包 右邊這個叫果凍 那院長你知道我要講什麼了嗎 我大概知道對 毒品很嚴重 我想院長你前後也主持了幾個 治安會報 以及我們這個毒品的相關的這個會議 你也只是要我們的教育部 你也只是要我們的法務部 要盡力的去處理對不對 嗯 對 好那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學校通報的濫用毒品的人數 在有到兩三千人了 而且在短短的不到七八年的過程中 成長的速度是非常快 這個只是冰山的一角 為什麼 很多的學校他不敢通報 因為他怕一通報 學校未來招生是很麻煩的 那我們再看看我們警政署的資料 在103 104 我們的人數是不斷不斷的成長 今年可能要破去年的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那個數字的好 那 院長你只是要我們教育部啊 要對於校園安全維護這些啊 要加強啊 可是本席又看啊 我們啊今年編的預算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105年的預算啊 是一億三千多萬啊 好我們再來看我們106年的預算 還是一億三千多萬啊 院長你有沒有覺得哪裡不一樣 跟王委員特別說明一下 其實那個反毒和這個 像校園的毒品能夠減少這些 不見得一定是靠錢 不見得靠錢嘛對不對 要用心嘛對不對 對就是我們希望 沒有錢有沒有錢的做法對不對 把經費做得更有效率的使用 這樣才會比較好 我贊成 那你再認真看一下 105年跟106年 你們106年的用心在哪裡 105年跟106年的預算 完全照抄 科目一樣 科目一樣 但內容還是 金額一樣 沒有一樣啦 你看看啦都一樣啊 後面講的都一樣啦 那我會做出有什麼樣不一樣的事情 告訴我 那麼請潘部長來說明一下好嗎 謝謝王委員對校園毒品防治的關心 我跟委員報告 然後我再看一下還不是只有這個 你連法務部也是這樣 計算之外 其實教育部在新的106年增加非常多的 是在輔導人力啦 因為要讓學生正式的認知 相關的這些毒品 包含跟我們的警政黨 我在你的預算裡面感覺不到 你所有的項目完全跟去年是一模一樣 委員跟委員報告 不一定是要用毒品防治這個名稱 但是現在校園裡面真是 所以等於你們編列預算是藏在哪裡 不是很具體的 讓我們委員看就對了 不是 是這樣嗎 因為現在要讓學生更清楚的認識毒品 這個需要在老師跟我們的輔導人力上來 可是我在你的預算裡面真的完全看不出來 這個我在給委員做報告好不好 那個預算部上面 對於輔導人力的這一部分 因為那是校園 正本親緣需要來協助學生的重要人力 我覺得你們在這次 我們看了好幾個預算真的都不太用心了 都有一點音訊過去啊 那我當然我還是會期待你們 明年會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做法 因為我們單單看你的預算 因為委員就很簡單嘛 看你的預算嘛 我們大概就要想要了解你們有哪些計畫嘛 看到你們進而一樣 科目完全變的方式都一樣 宣傳費用多少 哪一個計畫費用多少 我是在完全沒辦法想像說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而我們現在校園的這個毒品啊 真的已經到失控的一個地方欸 這是讓很多的家長非常擔心的一個地方欸 我一個好好的小孩子到了學校去 如果一旦擔領到毒品怎麼辦 甚至有我們學校的校長啊 就有校長他講啊 如果你再加上把那些好奇去嘗試過毒品的孩子來算進來的話 將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去碰過毒品欸 很嚴重的 特別跟王爺說明 這個毒品問題 我們確實有注意到他的這個在校園中間 我們期待啦 但是我們今天是質詢預算 謝謝王委員 謝謝王委員 謝謝林院長 林委員 今天代華之質詢 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答覆 並列入記錄 刊登公報 現在請周城委員秀霞質詢 請尋打時間為十五分鐘 請尋打時間為十五分鐘 呃 主席 各位官員 各位語會媒體 大家早安齁 主席有請我們林院長 林院長 周城委員你好 院長好 院長我要請問你 從九十七年到一百零六年的 重大公共建設計畫裡面 十年喔 總共有一點七兆 這裡面高雄市就佔了八百零六億 屏東是四百二十二億 但是台南市卻只有兩百四十四億 我想要請院長 怎麼大小孩差這麼多 是我們的劉市長 沒有打拼在政策 還是有什麼另外的原因 跟周城委員報告 其實您剛剛講的是 因為過去幾個年度 有些我不是清楚 但是我相信我們對台南市的 有關公共建設的支出是 應該是不會像您所講的 低於其他縣市這麼明顯 是不是一些 就我們下個年度所編的預算部分 如果需要的話 我是不是請主議長來做個說明好嗎 你這樣比較起來 你看台南市的土地是佔全國的六趴 那人口也佔了八趴 那你這樣的分配 這樣的分配是不是差太多 過去的分配數字 我不瞭解 但是我們未來的分配 應該不至於有這樣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對台南的一些公共建設 其實是非常重視的 今年是有比較多 明年是有比較多一點 明年是有四十億多 但是這樣的比例看起來還是不夠的 應該不止 這邊看起來 因為還有一些像西濱快速東路等等 那個經費都很高的 那有一些我們像 當然有些鐵路部分 是因為鐵路東移的部分 還有一些抗爭 所以這個部分雖然編了預算 執行可能是稍微慢一點 但我想我們其實還是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是可以把台南的有關的 我們給它公共建設經費 就在台南部分 我給您一個統計數字 來做個比較好不好 因為這樣 因為長期 我覺得長期以來 區域發展失衡的這個情形 非常嚴重 這些年來一些重大的公共建設預算 分配也是非常不均 有些除了交通之外 有些是屬於比較像文化 或其他的一些大型的建設計畫 其實我相信我們對於台南市 也會非常重視 不會完全不處理 希望是這樣子 因為你從這裡面這樣看起來 就顯示出公共建設整體的規劃 跟國家發展計畫 是沒有充分 沒有充分契合的 如果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城鄉差距跟屏幕差距 就會越拉越大 所以我希望我們行政院趕快 報告委員 我們針對台南市的情況的話 還有一些農路的一些建設 大概有兩百多公里 謝謝 農路 你說農 兩百多 農路的建設大概是有 預計改善那個農路 應該這樣來講 農業道路 就是 其實台南像我們有一些重大建設 比如講說像沙倫那個地區 我們會把它變成一個人員的發展 中心 希望把人員產業建立起來 那麼同時我們對於這個台南的一些 比如講說像我上次去的時候 我也看到它的那個 就是美術館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它能夠 就是透過中央政府的協助 能夠讓它美術館那個部分 盡快的能夠完成 這部分可能都不在剛才您所提到 這個預算額裡面 那可能是在別的計畫裡面 所以我說我們是不是就這個部分呢 我們把台南市 就是中央政府的一些國家 國家認為比較重要的發展計畫中間 屬於跟台南有關的部分 我可以把這部分統計出來 給您再看一下 好不好 從您剛剛所說的這幾個計畫裡面 另外就是有一些因應氣候變遷的 這個大規模的減災計畫 四年是有編了30億 明年是7.2億 但是這裡面我看了光委託研究 就發揮了四點多億 但是實際上執行的工程 才只有兩億 所以我也看了其他的預算 我看了一下 只是都是紙上彈兵 在紙上作業 在紙上作業 其實這不是實際的 實際的執行力最重要 你不要光在那個紙上作業 這樣是沒有作用的 像我們的第一個 我們是預算 我們一定會有個額度在 但第二個 我們會要求我們的這個 執行力能夠 在聯度中間 執行力能夠 要能夠到達標準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同時來注意 執行的部分我們也會注意 剛像您所說的這個農路的部分 農路之前我就講過了 全國的農路 大概還有六千公里左右 需要緊急修復改善的 尤其最近 你看風台這樣連線一直來 這兩天還有一個 不知道會不會進來 這裡面原本全國緊急農路 改善的這個第三期計畫 原本你們的計畫裡面 規劃裡面是106到108 總經費是有66億元 但是我看編列 編列明年的預算 只有9.2億 這個計畫裡面 其成是幾年都沒有寫 預算這樣而已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 曹主委來做個說明好嗎 好 我們提報到國發費之後 然後就調整到106到109 那麼就有39.2億 106到109 但是你們的規劃裡面 本來是106到108嘛 66億嘛 總經費是66億嘛 但是你明年編列的 只有9.2而已喔 對9.2 那麼事實上這個部分以前 就在統籌分配稅管當中的地方 已經就分配一部分出去了 所以這個地方還是額外的啦 因為我過去當現場的時候 我就了解到事實上是有這筆錢 中央有這筆錢 我們到我們縣裡面來 可是還是不足 所以行政院在國外會這裡 還是要這個緊急融入的需求 還是編啦 但是漸漸的我們覺得 這樣子的預算 應該是有調整的空間 同時也應該 刻意地方政府的責任 應當要把這個路做好 而且盡可能的 即時的地方的自主的搶修 是很重要的 你這個9.2是甘命年度的嗎 只是明年嗎 對 明年 因為你們沒有明確 沒有明確嘛 對 就是跟周陳委員 特別再報告一下 就是剛才曹主委的意思 其實主要是在說 其實我在行政院擔任主席議長的時候 我們就把做一個 一般補助款做個一個調整 就是把農路的預算 其實呢 就是把它用一般補助款 已經分配到地方去 其實目的也就是希望 讓地方政府能夠負擔 主要的農路的規劃和修復 那這個是 因為農路 是屬於因地質疑的事務 其實應該是縣市政府 要負比較大的責任 但是呢 這個是中央政府還是會編 那是一種補充性的 就希望針對 某一些特別情況下呢 那麼地方政府如果說 它真的是做得不足 能力不足 中央還有能力去幫助它 這確實非常不足 你就知道現在地方政府非常散 對 但是它必須還是要 就是整個和農路經費 要看地方政府 不能只看中央這個金額 但是我們中央如果只編了這些 其實還是非常不足的 你如果只編了九點而已 但是因為政府的預算 受到政府的預算規模限制 其實在2000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把農路經費 其實已經把當時經費 全部分配到縣市去了 所以這是額外再湊出來的經費 再來做這個補充 其實後來覺得 光是地方政府做 可能有些縣市呢 它做得不好的時候 中央政府還是要想辦法去 去處理一些特別的狀況 希望我們中央還是要多幫忙 是的 地方政府一定是要靠我們中央的 你能夠多分配給它一些 它就能夠多做一些 因為那個農路其實 鄉村地方 鄉下地方 這農路就是最重要 你看現在天災 颱風這麼多 農路尤其那個邊坡 流失都非常嚴重 這邊我想也特別強調 因為這個農路的開發 其實也是有些爭議 我們希望未來的農路的興建 是能夠跟自然生態的保育 排水等等都要做得很好 不要造成一種被一種批評 這也是我們希望能夠 未來在農路規劃上 特別注意的部分 這樣的話才能夠 讓這個農路的整個的興建 它能夠維持一定的 就是對整個社會來看 維持一定的品質之外 能夠讓我們的生態問題 人不會受到爭議 另外我們106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 依照法律義務是必須要編列的支出 比重要高達將近67% 可以自由規劃運用的預算 額度只有佔了不到一半 這樣看起來顯示出 稅出的預算結果 是持續是僵化的 是的 那如果這樣的話 應該會排擠到公共建設 以及其他重要的施政計畫資源的配置 也會連帶的影響我們的經濟成長 那這個僵化的問題 院長有沒有什麼好辦法來解決 跟您報告 其實事實上這個問題已經存在了很久 而且這個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就是法定支出佔政府的支出百分比 其實是越來越高 那這主要的原因當然是來自於 一個就是經濟成長不佳 所以讓我們政府的稅出的規模 沒有辦法適度擴展 那麼當然也是 第二個原因當然是在於我們的這個 所得分配的差距的惡化 造成的社會福利支出也必須要 這個不斷地去增加 來改善這個所得分配差距 那這個都造成我們目前的這種狀況 當然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呢 其實還是要多重來處理 第一個就是還是希望能夠讓我們的整個經濟成長的這個 經濟競爭力能夠提升 經濟成長的這個這個狀況能夠得到改善 那麼同時呢我們現在所提出這個 所謂經濟發展的新模式 希望能夠未來的經濟發展 能夠以就業為主 就業為主就是說能夠促進就業的話 能夠讓失業的減少 就業的增加的話呢 能夠讓所有的差距能夠縮短 這個問題就會減輕社會福利的負擔 那麼當然也能夠有能力 讓更多經費用在非法定支出上 但這些都是要靠長期的努力 那麼這是我們目前的困難 不要照抄啦 我們預算的部分 不要照去年這樣複製過來啦 是不是透過靈機預算的方式 看能不能夠多解決一點問題啦 現在執政了齁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計劃難看 要收支平衡 要符合大家的要求 其實非常困難 巧婦難為五米之吹 你做一個大家長 要怎麼樣來主理這個家庭 能夠這樣安安穩穩的 讓我們國家能夠按部就班的來上軌道 現在執政了 你就知道說這樣多多難看 是的 謝謝 我想我們一定會 照您剛剛所提到這個方向來努力 那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在106年編列了423億嘛 這其中推動創新產業旗艦計畫 就編列了93億 那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所謂的推動創新產業旗艦計畫 補助對象有沒有企業規模的限制 這個部分其實這個創新計畫當然是 主要它是集中在幾個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這些 就是未來的5加2產業為主 希望能夠帶動一些新的產業 能夠出來 那麼當然這個新的產業出來的話 只要是新的產業 它是有適度的投資或是它值得的 我們應該不會用它的產業規模 做一個標準做個門檻 創新嘛 我們所謂創新就是 創造新思維嘛 不是按照過去的 對對對 的這個舊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很多這個 就是新的產業或新創的業者 能夠願意進來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補助是 雪中送炭的 不是錦上添花 其實我們對這個新創產業 我們有很多的做法 不見得是在您剛剛講的 93億的旗艦計畫裡面 是在其實我們對整個 新創產業的這個幫助它 我們有很多 比如講我們會 將來要 為什麼我們希望成立一個 就是國家級的投資公司 就希望幫助他們 一起來做一些 新創產業的投資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 未來的這個 就是新創產業它的這個 很多法規要松綁 讓它有機會能夠出來 那這個東西都是可以要去做的 才能夠幫助新創產業 這個計畫要多來補助中小企業 不是只有照顧這些財產 當然不只中小企業 也包含年輕人 年輕人因為它 那這個中小企業補助比例 佔了多少呢 中小企業的補助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沒有這個統計 是因為中小企業它在台灣的整個企業 百分比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很多的產業的這個發展計畫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加會在中小企業 但是我們不會 沒有一個特別科目針對中小企業 因為這個五大創新產業裡面 也編了三百二十八億 但是看起來就像 舊瓶裝新酒 有一些過半的計畫 過半的計畫都是舊的 這樣會有效果嗎 應該這樣來講 就是說五大創新產業 其實就像比如說生技 或者說人員 對嘛就亞洲系股 亞洲系股就佔了112.5億 生技醫療 應該這樣來講 這個部分過去政府也在做 它是有些計畫在延續的 所以我們不會說 把這些計畫都否定掉 我們當然還會繼續編 所以它就會變進來說 這是延續的計畫 好像是舊計畫 其實它是因為是延續 只要是對我們的 新興產業是有幫助的 我們都應該繼續去執行 但是呢 我們也希望去加重這五加二的產業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些 新增計畫進來 所以這裡面會有一些是新增計畫 有一些是原來舊的計畫 延續下來 其實新增計畫 金額這樣來看 其實已經非常的高 那麼跟舊的計畫來比 它的金額其實已經非常的高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還是有把這個部分加強 並不是完全只是延續舊有的做法 我們希望政府是一定要有新的思維 新的做法才能夠幫助我們台灣經濟真正的發展 好 謝謝周城委員 謝謝林院長 下一位 請張委員 立善 質詢 詢答時間為十五分鐘 請張委員 請張委員 院长好 院长我相信最近台风非常多 台风肆虐 造成我们人羊马帆 包括院长在内 最近我想院长也到云林县来了 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 但是也在灾后的第五天来到云林 我相信院长来的时候 是带来大家很大的希望 就希望说院长来 真正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 因为云林县是所有农产的生产地 总共的损失也高达三亿八千万 我想院长来的时候 从我们山区看到海区 民众其实对院长来 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 院长也让他们怀抱着希望 刚开始说天然灾害的现金救助标准 不要非常严格 其实我叫院长希望是 从优 从宽 从数 从检来认定 那当时你说不要用20% 甚至19% 18% 甚至到10%的天然救助灾害 都可以来核准 那我今天我只是想要请问院长说 这天然灾害救助标准 有没有下修 门槛到底怎么样 20%那个标准其实目前没有改变 虽然在云林县确实有人希望把它拿掉 或者下修 但是我并没有说那个部分是要改变 我们只是说农友会可以检讨 可是我觉得20%执行不要那么严格 因为你叫什么叫20 19 18跟20差多少 那个是往往是在目视 或者看判断的时候是会有误差的 所以我说我们希望执行同仁 不要在居里在那个地方 这叫从宽 从优 从数的标准 同时也因为这样的距离会造成一个时间的延宕 会让很多人在那边等半天就弄不下来 这个是不好的 院长 我想这个从宽认定 我们是非常肯定 那再来呢 你也看到很多的温室是整个就倒塌了 所以已经是全军覆没 所以现在要在重建的时候 它要花费很多的这些经费 包括之前的这个倒塌的 还要付贷款 付利息 那再来呢 要重建 要重新借款 那院长也提了嘛 本来补助三分之一 现在提升到二分之一 这个算不算数 这个我也特别谢谢您提出来 就是我特别提出 就是我们希望呢 未来 这个农水它设施倒塌 其实这个伤害非常大 因为它比那个农业损失还大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呢 针对这些教训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有加强的 就是能够有抗风型的设施 所以很多像它那个软管的部分 最好就是用H缸 如果能做就这样做 好 院长 我想那是未来的设施 我只是想要了解说这次的 灾害补助有没有提升到二分之一 我特别强调 就是我们希望做的是 就是这种加强行道 我们就给它提高 就是说你如果做这个 这个那将来抗风很好 那是未来的 那这一次的煤积台风呢 就是这次煤积台风 你只要改成加强行道 我们一样给你这样做 就是说你只要是加强行的 那我们就把那个补助 把这个救助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提高到二分之一 因为你本来加强行很贵嘛 所以我们就政府就帮你托付一点 那今天呢 我背负着使命 也就是我们的农民告诉我说 如果可以做七成的补助 那这样子七成的补助 七成70%的补助 我想农民的负担会减轻 尤其你知道吗 温网市的这个栽培作业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我们无论是要讲 有机农业 无毒农业 安全农业 这些设施是非常必然的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青年农民 甚至我们这些精致农业的农民 他们有信心 我希望院长你真正能够放宽标准 可以提高到70% 这样可以吗 这个部分我特别跟张元元报告 我们已经从三分之一改到二分之一 无非也就是希望能够落实 让青年农民 或者有附加价值 比较高的农产业 不见是青年 他们愿意做的人能够去提高 那也就是你在核定的时候 有个别 个别因素 有因人质疑 不是因人质疑 因为这一类像你刚刚讲 青年农民也好 因为你刚刚讲青年 青年农民也许他是愿意做这种 温室的 温网室的这个做法 但是也不代表其他非青年 就不愿意这样做 只要是做这个东西 我们都希望能够多给他一些帮助 所以我们才能把三分之一提到 不是 三分之一提到二分之一 所以二分之一效果如何 我们要去观察 所以您刚刚讲的部分 我们可以列入未来的讨论 但是我们不希望说 因为有人提了就一直往上加码 这是不对的 好 院长 那我再请教你 我们云林县蒜头算是大宗 当时你在现场的时候 因为现在所有农作物的补偿 以蒜头来讲 每分地是三千六百元 但是呢 因为现在蒜苗减少量少了 那蒜苗又贵了 所以院长在现场有讲到 如果可以的话 就要加倍补助了 到七千两百块 这个我不晓得 院长 你的云诺算数吗 当然 我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你如果说 因为它那个成本 如果照这样讲的话 三千六其实跟它成本来比 还不到十分之一了 对 是相当少 所以我们是希望 那么但是呢 如果因为它损害是百分之二十计算 那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它要从重补重的话 其实它花了钱 它至少都要八千块左右 那我们就给它七千二的补助 那是这个意思 七千二补助是要复更以后 分两阶段吗 还是这一次就补助呢 我们先就给你三千六了 只要你愿意把它补重进去的 那我就再给你加 因为你补重不见得 全部拿掉 就是你只要你损害部分 我认为你已经到二百分之二十了嘛 所以你再补重下去 连我们原来给的话呢 你大概要花了 院长 你当时讲的是要加倍补助 那所以民众就认为 那时候拍手叫 拍手叫好 那院长非常爽快 但是事后呢 因为副主委 陈己仲又 当场打脸 他说 院长讲的不算数 必须要重新种植 才能够另一个阶段的补助 那院长 昨天啊 应该是第六天了 我们曹启隆主委来了 也到云林县来看灾了 那曹启隆主委我也在现场 他说啊 因为农民所提出来的问题 他说他不是行政院长 他没有办法当场允诺 他只能够把农民的意见 带回去 研议研议再研议 所以今天呢 我不晓得啊 到底啊 是林群院长讲的算数 还是曹启隆 主委讲的算数 所以民众是非常毁谣的 那天因为曹主委还不在国内 所以我们是请陈副主委 跟我一起来 所以有关的补偿部分 我们是跟他一起来做决定的 那这个决定呢 他讲的那个重重呢 其实就是补重的意思 只是那个部分呢 有被误解到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 我们就澄清了 所以不应该有这种争议才对 院长你说了 因为曹启隆主委不在国内嘛 所以你看 他可能回来还有时差啦 所以呢时间还搞不太清楚 不会啦 我相信这件事是很一致的啦 主委我请问你啊 你昨天到云林县来看灾啊 到底你是看灾什么样的台风 是梅基台风 还是你上面写的杜鹃台风 搞不清楚耶 是不是还昏头转向啊 还不清楚到底是 这次要来看灾 上面写的是10月2号星期天 但是要看灾的是杜鹃台风 这是2015年104年的杜鹃台风 拿到现在来讲吗 我想这个是 这行政团队有问题耶 我们农粮分属的同仁他的失误 他的抱歉 所以我们昨天来并不是 我们是要看结构的问题 我们的温网式的设施 为什么有些是安然无恙 有些是坏掉的 有安然无恙的吗 我八成 八成安然无恙的吗 所以我看得很仔细 主委 你到北港看温网是只停留八分钟 这我非常清楚啊 这个张伟员 我到彰化 云林到嘉义 所以这一天半 我说的是云林县 云林县这次损失是最惨重的 超过三亿八千万 所以我希望就针对云林县的农损补助 真的 拜托院长跟主委 特别的关心 甚至 因为院长在农民这一块 主委在农民这一块 你们都非常非常的斤斤计较 那我要请问院长 第二预备金啊 今年度是用在哪里 用在哪个地方 这个部分 我是不是请主议长来做说明 好不好 谁来说说明 主议长来说明 目前第二预备金应该还 过去我不太清楚 因为520之前 什么用我不清楚 520之后好像还没有签给我过 现在没有动用第二预备金吗 来主议长 报告委员第二预备金一年的预算是714亿 那我们目前是动用了27亿 其中有很大的部分 27亿用在哪里 是用很多部分是用在那个小额的疫苗 或者是那个所谓的一般的那种 那种所谓的那个 就是像一般的那种 第二预备金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来救急救命 做紧急救护的措施 对不对 好 这个部分呢 我想第二预备金用的当与不当 那主议长你先请回 主委你也先请回 我要请问院长 院长 我们的这个不当党产委员会的经费预算呢 是不是以行政院的第二预备金来支付的 这个部分 可以回答一下吗 因为经费的这个支付部分 我是请就是应该主议单位他们会来处理 是吗 我并没有去特别去注意到这些 院长 这个当场会就设在你的行政院向下 你会不知道经费来源吗 经费人事 这样讲会不会太含糊了 主议和这个人事单位去处理 人事单位处理 主议和人事 你讲人事和经费 主议长我不听你的 我听院长的 这个党产会已经是一个违法乱纪 非常违宪的 无法无天的一个组织 那现在呢 又用第二预备金 第二预备金就是来救命的钱 结果拿来 网友说这叫养肥猫 所以呢 也就是不当党产委员会 总共动用了五千五百多万 的这样的预算 所以呢 我今天要特别请教院长 院长 这个党产会啊 他的权力可以无限扩张吗 可以强制要求国民党账户内的存款 只准存入 不准提领 也不准汇出 完全冻结国民党四点六八亿的 营运基金 造成八百多位党工 没有办法领薪水 而且是无期的这个延长 这样违法违宪的党产会 蛮恨禁止银行兑现国民党的台本支票 这样对吗 院长 本席啊 要告诉院长 本席认为这个党产会啊 有四个不当 哪四个不当你知道吗 第一个 院长你知道这个党产会你去检采 他坐落在哪个地方你清楚吗 他坐落在国发会以前的一个 旧址那个地方 国发会以前的旧址 就是松山大楼 那这个地方呢 以往就是要做一个创新产业 甚至他的前身啊 也做过亚太营运协调服务中心 也借过财经法治协调中心 甚至现在因为配合国发会的 创业拔萃方案 所以这地方呢集中很多青年创新产业 在这个地方 结果这个地方本来是给青年希望的 但是后来变成党产费 变成一个政党斗争的一个战场 你觉得这个地方适当吗 这个会值适当吗 应该这样来讲了 政府办公室基本上说都是可以来调用 那么你刚才讲的部分 他如果别的地方用 他可以移到别的地方去 那么这个不会说是因为他在这边就让其他业务停留下来 好 院长我觉得这个藏指是不当的 这个会值是不当的 跟原来的利益呢差距太大 不会啦 你这个既然他是依法成立的机关 他总是要有一个地方去嘛 好 那第二个不当呢 本席认为他的薪资不当 他总共五千五百多万当中呢 有一半以上 两千七百五十八点九万呢 都用在发放薪资 光人事费用就占了一半 政务委员的这个年薪啊 每个人高达两百二十八万 约聘雇每月月薪也高达七万三 再加上加班费啦 联终奖金 合起来啊 比劳工基本薪资二十二K 还高出四倍以上 甚至比一般的硕博士生 他们的薪资还要高出许多 所以院长 我要请问你 这样的委员会薪资合理吗 第一个 我跟您特别来说明 就是说这个 你刚刚讲的五千多万呢 其实不是第二预备金 是下个年度的预算 那么这个年度呢 其实确实也有动之于第二预备金 那是因为根据法律 它设定的部分呢 通常这个意料 动之预备金 这是法律上是可行的 那么它整个金面 所以你有动用到第二预备金就对了 两千八百万 第二个呢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 它的这个每个人的薪资部分 因为他们这个部分呢 主要是职员 那个公务人员 公务员它的薪水 大概平均是五万多块钱 院长 第三个不当 就是违反银行法了 执行不当 违反银行法的第48条 所以一个行政机关 可以直接进入 冻结账户强制处分吗 这样子不是违法乱纪吗 所以这个是本习认为的 第三个不当 那第四个不当 也就是针对无罪推论的这个原则 本习认为在没有任何举证的情况下 就可以发动公权力强力执行 这是不是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 所以这个党产会呢 根本就是非常不正当的一个委员会 所以本习认为啊 希望院长 这个党产会 它的权力比检查机关 比法院还要大 那这个党产会呢 已经是败坏台湾民主法治最大的凶手 刑统啊 这个警总复辟 东厂 谢谢大家 这个党产会 现在要正经检讨 把团队再继续下去 会不会管整个台湾的经济 这简直就是一个乱 如果这个党产会就把团队再继续下去 好 谢谢张委员 谢谢林院长 下一位 请陈委员 您 执行 寻答时间为15分钟 请陈委员 主席 有没有请院长 请院长 陈委员 好 院长好 先请教你几个轻松的问题 院长有没有去过夏威夷 很抱歉没去过 好可惜 那你一定更没有去过这个波里尼西亚文化中心了 没有 那我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我学生时代的时候 在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到美国的第一个学校 我是到这个夏威夷的杨百汉大学 那在我们的学校旁边呢 有一个波里尼西亚文化中心 那在那个中心里面呢 是很有趣 因为我们的学校很特别 它就是有来自南岛各个国家的学生 有斐济 有土阿鲁 有大西地 有萨摩亚 还有台湾 纽西兰等等 很多很多南岛语系国家的学生 都聚集在那边 那么学校提供我们奖学金 那也提供我们工作机会 所以我们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呢 到了白天上学 到晚上呢 我们就会到 景邻学校旁边的这个 波里尼西亚文化中心里面去工作 那六日的时候也是 那在这个中心里面呢 当然晚上有非常多 它的面积不到 但是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观光课 所以一个小小的波里尼西亚文化中心 其实这个每年 这个income是还蛮吓人的 那里面的dancer就是来自 我们这些各个国家的学生 每天晚上我们都在学校练跳舞 那还有很有趣的 在这个文化中心里面呢 我们这些不会 就是不太跳舞的这个台湾学生怎么办呢 还有这些日本韩国的学生怎么办呢 我们就被训练 我们去当导游 所以我们就带了很多 这个亚洲的这个旅游团 那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还有 在这个文化中心里面呢 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艺术家 那这些艺术家有绘画 有雕刻 有编织等等 那么在这个文化中心旁边 还有旅馆 好 那再来就是 在整个里面的建筑 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这个 传统的建筑 那再来呢 里面当然餐饮的部分 音控的部分 其实都是学校的学生 甚至我们整个服装的设计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 服务人员景观的设计 另外还有我们在做 这个南岛文化 南岛语系这个相关的研究等等 这些的人才 全部都聚集在这一个小小的 这个Brigan Young University of Hawaii Campus 还有这个玻璃尼西亚文化中心里面 所以院长 我刚刚 讲了这么多 你应该有一些画面 可以想象 那么我们如果今天 把这样的一个学校 一个文化中心 把它搬到台湾来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 一个状况呢 我想 当然了 就是说 如果说是从教育的观念来看 或者说是从这个 观光旅游观念来看 有这样一个文化中心 当然都是很有价值的 不过 就是我们也希望它能够配套 就是有其他的 包含这个其他设施 要能够在一起 它才能够吸引更多人 愿意去 好我想我在这边特别再提一下 就是说 其实当然根据这个澳洲学者 Peter Bellwood 的研究 台湾就是南岛文化的一个发源地 那很多南岛语系国家的语言 其实跟我们原住民的语言 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那所以我在这边要强调说 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 这些比如说观光啦 还有教育文化等等的这些效益之外呢 我们更重要的是 还有一个外交的一个效益在 那因为让我们台湾变成一个 南岛语系国家的一个老大 好来 甚至在我们这个学校 其实可以培养出很多的这个外交人才 那我知道院长对数字是非常敏锐的 我在这里分享一下 在早期 当然这个计划 南岛文化园区的计划 在2003年的时候 在游锡坤院长那个年代 是属于我们新十大建设的其中之一 那很可惜没有完成这个计划 那在当时那个经建会的评估呢 这个评估是这样子 五年内预期可以创造 3500人的就业机会 每年将可以吸引25万国际观光客 以及250万的国民旅游 培育表演艺术人才200人 研究人才100人 观光服务人才400人 那预估呢 将可以增加相关产值 达到87.5亿 那我们筹建的经费呢 大约50亿元 大概只有占这个总预算的 0.26%而已 可以说是一个低成本高报酬的一个 经济效益很高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投资 那我知道就是说 在我今天特别提这个南岛文化园区的这个计划之前呢 我想是这样 我们现在小英政府呢 我们推动这个新南下政策 那新南下政策呢 我也希望我们会有一个新南岛的一个政策 那当然这个部分 我想就是说大家很容易 很容易把这个台东县政府所提出来的这个台东原动力 下面一个子计划 叫做台东南岛驿站设置的这个计划 把它混在一起讲 那院长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台东县政府所提的这个台东南岛驿站设置的这个计划 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那个仪将主委来说明会比较清楚一点 跟主委报告 原来我们在上次执政的时候 曾经有提过 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南岛文化园区的计划没有错 但是后来就停掉 那前政府呢 他们本来有委托台东县政府重新评估这个计划 但是呢 在上次的计划里面是 评估是没有必要再继续推动 那是地方政府的这个意见 所以他们后来又提了一个台东沿动力南岛驿站的一个建设计划 是希望透过国发会的这个部分的来 从这个跨东综合发展基金来申请这个计划 目前这个计划是还没有核定的 其实 那主委你有看到他们的这个财务评估吗 目前还 因为这个计划还没有核定 是还没有看到 其实我手边是有这样的资料 但是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其实在他们经济 应该说经济效益的这个评估 其实是他们这个计划是没有办法回收这个成本的 我手边这个计划 财务计划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想要在这边特别澄清的是 本期刚刚讲的这个南岛文化园区的计划 其实跟台东县政府所提的这个 他们这个所谓驿站 南岛驿站感觉很小 这个计划其实概念是不太一样 我想我们重点 重点其实应该除了这个文化传承之外呢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这个外交方面来做一个思考 我想这个外交大家都知道 每年外交的这个预算 编列下来其实是很吓人的 但是我们如果只是这样子的 我们50亿跟一般我们这个外交的这个 编列的这个比例其实算是很少 那么在这个 大家有一个概念 好像过去日本政府呢 他们曾经也很努力地推动 就希望有很多的交换学生 因为交换学生在这个 比如说我们台湾的学生到日本去念书之后呢 日本政府认为这些在日本留学的学生 回到我们自己国家之后 未来呢他们会对日本会比较友善 会有情感 所以我想从这个出发点 这个南岛文化园区设置 然后以玻璃尼西亚文化中心的这个 杨百汉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其实是我们可以参考的 用一个很低的成本来做这个外交 这是很重要的 那我另外再跟有几点 来加强一下我今天所提的这个概念 刚刚除了有提到就是说 这个我们整个南岛 南岛语系国家的人口 大概2.7亿之外呢 我们在台东 我想本席来自台东 那我觉得我认为啦 我们这个文化园区的设置 最适合的地点 其实就是在台东 那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全部喔 有这个 原住民目前有16族 但是呢光是台东呢 就占了这个7族喔 是非常这个多元族群的喔 所以它相当适合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台东有拥有最早 而且最丰富的一个史前遗址喔 那从这个史前时代开始呢 南岛语系就很活跃在这个 东台湾的地区喔 所以与其跟很多的委员 最近都在争论不休 在争取这个 我自己定位是一个死的博物馆 但是我想本席更有兴趣的是 更想推动的是一个活的 南岛文化园区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部分 行政院这边可以来好好 重新思考一下这个计划 跟台东县政府提的那个计划 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计划呢 本席也希望它参与的这个单位呢 不是只有圆明会而已 应该还含瓜了教育部 以及文化部 甚至还有交通部 跟外交部等等 不晓得院长 对于本期今天的建议有什么看法 我想您讲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乐意再来看看 要怎么去来研究它的可行性 好谢谢院长 那您大概需要思考多久的时间呢 这个部分也涉及到好几个部会 我是不是请张景森政委员 来评估之后 跟你做个回复好吗 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压一个时辰 免得延宕很久 这样好不好 我请张景森委员在 因为我不知道他要评估多久 我应该说请他评估 但他在一个礼拜之内 先告诉你他要多久时间 这样好不好 好谢谢院长 那另外院长 我想再提提一个 今天讲的都是过去 曾经推动过的案子 但是没有成功 但是却非常有意义的 我想是这样子 在部落最近真的很厉害 连八九十岁的 这个我们的阿公阿嬷 他都嘴巴都可以讲 这个转型正义 那我想转型正义 我们就应该从最少数 最弱势的族群开始 那么在过去2006年的时候 圆明会依照行政院合适 委外研究了这个少族文化 办理了这个少族文化传承的 这个发展实施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呢 在2008年的时候 核定了五亿五千三百万元 那其成是从2008年到2011年 但是很可惜的 在政党轮替之后呢 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案子 就败在国民党政府的手中 那经费也都被挪光了 那现在我想请教一下 主委现在目前这个案子 到底是已经胎死腹中 还是他还保留了 最初的这个设计规划 我们还可以让他 就是重新来修正推动呢 根本委员报告 当年就是民国97年 当时院核定的计划 是5.53亿元 不过后来 没有办法执行 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用力取得 没有办法解决 那另外就是后续 维护管理的部分 也遇到了问题 所以在监察院1020的时候 就对这个计划 做一个纠正 所以目前南投县政府 再重新规划 有关于少族文化附赠 跟发展实施计划 这个进度 我想刚刚讲到的 这个用力的问题 我想是这样 我们原来早期民进党政府 它我们想要用的方式 就是用有长波 用取得 就是简单讲就是架构 那但是问题是 到了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时候呢 就把它改成这个倚地 倚地异地 那但是所以 这个倚地异地 这个方式 就一直找不到 双方都满意 南投县政府一直都不满意 所以这个案子 就这样子延宕了 那我想是这样 其实院长 你知道少族 大概有多少人口吗 很抱歉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主委帮忙一下 目前大概有700多人 那你还记得 当年就是2006年的时候 或2004年的时候 那时候少族人口有多少吗 大概是200多人左右 对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推这个案子 其实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个 我们在抢救文化 抢救一个 已经快要消失的族群 这个不是用多少钱 可以去衡量的 好 再来 再来就是 我们在这个 也要落实 也要落实 我们小英总统的 这个转型正义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应该要持续来推动 院长看法如何 我想从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来看 您刚刚讲的情况 确实是应该是 很严峻的 那么如果政府能够给予它 适当的资源 或者是努力 让这个文化传承 能够延续下去 甚至也能够再 往上 那这是好的 至于怎么做 是不是我还是尊重 这个 人民会 他们的整个规划 好不好 好 就是我们可以 重新再考虑这个案子 谢谢 請林泉林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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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 辛苦了 院長想跟您請教一下 這個中央政府總預算的部分 因為明年度大概有一兆9980億 將近兩兆的一個規模 那到上個年度大概增加了 就是220億 增加大概1.1%的一個比例 但是在經濟發展支出 增加了2678億元 較上一個年度只增加了5億 這個比例上大概是2.27而已 那也預估要創造出1.88的經濟成長率 那我想要先請教一下院長 其實我想拼經濟現在是最重要的一份工作 其實新政府大家對於整個經濟的期待是很高的 那不知道院長對於這樣的一個規模 特別是在經濟的一個發展支出的一個規模 這樣滿意嗎 跟賴原報告 其實我們也了解 目前的國家財政狀況 其實要能夠採取擴充的財政政策 是不容易的 但是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我們的計劃是好的 我們都願意去做 那但是呢 要一個好的計劃 需要一點時間規劃 那520之後 我進入辦公室其實已經 一再地去跟我們的同仁 特別是像交通建設等等 他們這個部門 國發會 要求他們去就現在擴大公共投資裡面 是比較可行的計劃 還沒有規劃好的 我們現在來加強盡快來推動 所以如果這些計劃真是被認為是不錯的 那我相信我們會在未來年度裡面 陸續把它放進來 那至於現在這個預算金額呢 事實上是 確實是沒有像 沒有明顯的增加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當然是一個是 我們還需要 要確認好一些 不要盲目措充 因為很多的這個公共投資 比如講說同樣的經費 如果你把這個錢都拿來去買地 那這個對建設一點幫助沒有 也是花了很多的經濟支出計劃 所以我對於買地這個部分 增收土地這個部分 我一直非常謹慎 我覺得我們錢是應該要 對國家的真正的消費 或對我們整個投資有幫助的話 應該是提升競爭力 基礎建設 特別是這樣 這些東西是採購一些建設性的東西 讓它能夠在國內 能夠促進民間的消費 能擴大這個有效的需求 所以這些做法裡面 所以即使同樣經費 如果我們能夠用這種方法 把它用在刀口上 其實一塊錢是可以超過 過去一塊錢的效果的 這是我們在現階段能做的 我們會在下個階段 我們就有好的計劃出來之後 我們會重新再來檢視 是不是有擴大公共投資的必要 這個也請院長在那個 因為我們經濟發展支出的部分 確實像這樣的比例是偏低 那當然因為整個概算 其實在很早就已經 可能三四月就已經在進行 相關的概算 那當然院長上來之後 可以也許調整的空間也很有限 不過我希望說 在未來有一些空間的部分 還是請院長能夠在 經濟的支付這一塊 能夠更多家的努力 因為我覺得這一塊確實是 台灣現在運到 也是最辛苦的一個問題 包括也是他國恩 對新政府最高的一個期待 那經濟發展的好 如果我們的錢用在刀口上 也用在對經濟最有效益的上面的話 我想整個 不管是所有的滿意度各方面 我想都會很有感的提升 這個也是現在最破戒性的一個工作 謝謝 那再來 我想請問第一個是 零基預算的部分 其實這也是跟前面那個 其實所有的 我想院長很清楚 每次的預算編列 大家都談零基預算 但事實上 多數來其實都不是零基預算 第一都是照著前面的軸 不知道院長對這事情的看法 是的 我想零基預算 它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和精神 那麼這個做法要能夠落實的話 就是要一切歸零 一切歸零就是要把過去的預算 全部把它刪掉 然後我們重新來排列優先順序 當然這個做法裡面 最大的困難就是很多部會 通常它會 過去做法習慣性的 它就會一直往下延 然後它不斷地要求新的經費去加入 那沒有新的經費 就沒有新的工作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對每個部門 我們採取一個總額裔制度 就是我給你這麼多錢 但是我要給你新的工作進去 那於是它就要去想辦法去從事檢視 把舊的計劃把它排擠出來 當然為了幫助他們 那麼我們也會做一些 中央政府就是行政院整體來做 比如講說像人行政局 我們要求每個部門 先刪10%的人力經費 也就是怎樣 先統刪下來就沒有了 你再來重新檢討 你要增加多少 然後我們最後結果呢 也許最後人事費是不變的 但是這樣的話就可以強迫他們去重新檢視 他們的這個人力 哪些部分呢 是可以先刪的 刪掉之後我們再來調整的 那這是我們目前這個 希望能夠貫徹鄰居一善的這個精神的做法 當然了這個部分也需要各個部會的首長 也能夠去落實這種精神 就是要一切歸零 如果它自己本身沒有意願歸零的話呢 那我們現在就用制度去強迫它 能做的是比較有限 雖然不是完全不能做不到 但是還是比較有限的 我們都知道因為這個520才上任 所以很多部分其實在很多是延續著舊的 所以雖然講零基 剛剛院長也說得很清楚 雖然談零基 但是這樣的在這次的預算 其實還沒有辦法完完全全呈現 那過去的八年其實編列預算 其實在很多延續性 會在今年度其實還是看得到 那我們希望是院長在未來 能夠這個部分再加大一點的力道 去調整它的改變 其實有一部分 我認為很多資源其實可以壓下來 把它做更有效的一個運用 那這些資源 政府的資源有限下 如果做更有效的一個運用的時候 其實對未來整個台灣的發展 就會有相當大的一個注意 那這個大概會在 林院長這個時代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因為您接了第一棒的一個工作 那它整個很多的重新的制定調整 包括在原來舊政府的時代 原來的八年的政府的時代 很多不適切的一些預算的編列方式 應該再做一些調整 那包括甚至我認為是 整個區域的均衡思考 這件事情應該要被重視 我還是認為過去國家太多的資源 還是過度集中在北部為主 我認為區域均衡思考了以後 其實才能夠讓台灣健全的發展 包括也讓台北健全的發展 北部啦不只台北 所以我希望這一塊未來是在 院長跟整個內閣團隊裡面能夠 能夠將來在編列預算 從概算的編列到整個過程中 能夠真的把零基的部分的精神 能夠呈現出來 同時把區域均衡的概念 能夠提出來 我想賴委員您講得非常正確 就是說我們也是朝您剛剛講的方向來努力 特別是您剛剛講區域均衡發展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520之後 其實我已經陸陸續續去到很多地方去看 主要也是希望能夠在當地找出一些 能夠跟當地特色結合的一些重要的一些 建設了 那麼是地方政府也是認為需要 那我們中央政府認為 對全國的均衡發展是有幫助的 那這部分我們會來努力 那這當然也不只是您剛剛所關心的公共建設 其實有一些像文化啦或其他方面 對這個區域均衡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部分都會是我們未來的一些重點 那政府實施在5加2的這個產業的發展 我們也希望盡量讓這些產業發展 它的機會在全台灣各個地方能夠有均衡的機會 不會只集中在北部 那我想要先談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談新南向 那新南向如果對高雄是一個重要的 或南部重要的一個點的話 那事實上怎麼樣把人商務課或者觀光課能夠很方便的流通 這就變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們來看現在整個南部最大的一個機場 高雄的一個國際機場 它在於整個航線上面 這個東南亞的部分 其實只有占30個航班而已 那占8.2 當然非相關的東南亞幾個城市 那你看香港和澳門有74 它占了19.8 東北亞當然最多 191 佔了51.3% 那兩岸的部分 它佔是77 20.7 所以總的航班有372 那我要講的是 如果我們現在談新南向是一些重要的一個方向 而對於南部又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契機的話 那在這個國際航班的這個部分 應該要大幅的來增加 不然光不管是商務課 或者是很多的光課 各方面的都不那麼容易的話 那你要談新南向的發展 特別是從南部往新南向的發展 那我想那是更困難 那有沒有可能 因為現在連兩岸的都還比這個東南亞 扣掉了香港澳門之後的30還要多很多 有沒有可能這個部分在未來倍增 就是說在明年的一個目標的努力裡面 我們達到至少60航班的這樣一個目標 院長有沒有可能 這個部分是不是讓那個賀成部長來說明 好不好 好 謝謝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您講的完全正確 這個不單是在地利上高雄機場 比較偏向我們的南方 而且在現在的開拓 也是以這個方向為他們的重點 所以像最近我們這個跟越南 就已經達成這個南進南出的方式 我想以這個為例 我們會繼續來開拓這方面的航線 那麼當然另外一方面 也可能是要地方政府這邊 大家共同來配合 因為在這邊它除了空間是有餘裕 但是在一些對於噪音 以及宵禁上面 還是需要跟地方政府 跟民眾來溝通 這件事情我們會協助高雄市政府 來加強這方面的溝通 跟院長說明 其實現在他跟部長也說明 其實現在的量還夠的 它的空間 即使不要用到消禁不影響的話 它還有餘量可以用 是的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 因為兩岸的航班 其實是有受到一些影響 因為最近有受到一些影響 那借我們走新南向的方向的發展 我覺得新政府在這一塊應該更有一些 不管是從右翼或制度面 各方面的方式 想辦法去增加 那我希望院長這邊能不能 我們至少做一個努力 在明年度 還有一年多的時間 我們能夠努力至少超過 60航班的這樣一個目標來努力 那至少也讓感受到 我們對新南向 從南部出發的這個重點 那也符合我想也符合 所有南部幾個縣市首長 他們很關切的這個問題 我想我很樂意看到 你剛剛講的目標 不過這還是要尊重交通部 看他是不是有能力 部長可以嗎 我們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我們來努力 因為這個確實有的時候 也看航空公司怎麼配合 那這個事情不過 60航班 因為現在是差不多 30 現在是30而已 這個實在是 一年之內能不能倍增 我們來努力看看好不好 我想如果這個部分 如果我希望朝這個努力來做 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其實對於 如果我們要談新南向 那你光人都不方便的話 那新南向顯然 那整個執政的時間 也只有四年而已 如果我們在一年內 也沒辦法做到這樣的努力 那新南向顯然就一定 效益上會受到很大的折扣 我們來努力看看 好嗎 謝謝 那再來我來談下一個議題 就是我們現在的軍公教 這個支領樂隊的人員 他現在是比照 來支給這個 子女教育補助費 那一年的部分 像到102年有7萬多人領 103年也是7萬多人領 104年將近7萬人領 一年大概由軍人是由退補會 那公務人員是由權序部 那教室是由教育部 編列大概一年要10億的一個經費 那這個部分 他的這個退休人員 他已經退休了 但是子女還是可以補助 那我們來看他相關的法令的規定 其實原先是定在整個全國軍公教的待遇之極要點 他的子女最下面這邊子女交易補助 來這個來規定來支給 但是其實這個退休人員 他是用什麼樣 他是用韓式來做處理的 在民國65年的時候 行政院頒布的這個韓式 這個從65年8月起的時候 他比照退休機關的限職人員 來支領這個子女交易補助費 同樣的在兼領的樂隊人員 在68年也有一個韓式 來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那我意思說 退休人員其實 國家的這個財政的運用上面 是不是這樣做是適合的 就是說在退休 限職人員 當然他的福利上面 對於子女的照顧 這個當然我們有個 比較大的一個討論的空間 但是對於退休人員 通常他已經年紀也比較大了 才能達到退休的標準 那他的子女相對也都是 應該是都比較長大了 那國家是不是要花這麼多的資源 再去照顧 這個是不是符合 整個公平正義的一個原則 我覺得這塊原來都是用韓式來做 來訂定的 那我不知道院長 是不是支持 重新再檢討這樣的一個制度 跟賴委員特別說明 第一個這個部分呢 我們確實在檢討 不過我們並沒有說 是朝著把它取消 而是希望看能不能有一個牌付 在這邊 但是這個方向還沒有定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有注意到 這些秦嶺的這些退休人員 大部分都軍職居多 那麼他們軍職他們退 他們當中退休 可能都是因為他的官階 到某個程度被迫必須要退休了 而他的小孩還很小 那麼這是我們必須要考量的問題 那這些人呢 他所得也許不是很高 那麼如果小孩子因為這個 這個制度取消 讓他的這個整個教育經費 沒有補助的話 這個也不見得是很好的一個社會政策 所以我們是希望有一個牌付條款 對於那個所得很高的 而且也有能力的 那麼他退休了 那麼而且他也許是比較 已經小孩也比較大一點的 那這個部分也許他們 比較沒有能力 那我們當然就可以去檢討 但是對那個所得比較低的 中階的軍官 中下階的軍官呢 我們覺得是有必要去保護 他們的受教的機會 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 找出一個牌付條款 這是目前我們的這個思考方向 那麼詳細的這個做法 可能我們在這個 有一個評估之後呢 我們會再對外再說明 不過奈維你講的那部分 確實是我們現在注意到的問題 好 謝謝院長 我想這個確實 就是至少應該要先從牌付做起 你至少把一些 那個那我覺得相對上 這是比較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 其實剛剛其實院長也提到 其實你看我們的 我們的軍職人員退休的年齡 四十幾歲就退休了 四十幾歲就退休 那當然他退休之後 很多的問題就變成造成了 剛剛包括提到的 甚至子女的部分 我們還要去考慮到去他的照顧問題 所以這一塊也希望 未來在整個改革 制度面上的改革 再重新思考 這些國人力上面的 像現在全世界各個國家 幾乎都在退休年限 都在往後再延伸 再往後延的時候 那以我們的軍人 包括軍人 四十幾歲就退休 我想這個都太年輕了 所以這一塊未來也希望 在制度上改革上 整體來做一個思考 跟賴然報告 好 謝謝賴委員 謝謝陳院長 下一位我們請陳委員學勝 執行巡討時間尾15分鐘 主席院長本位同仁大家好 院長請 請您院長 陳委員好 院長好 這個民意代表就是要反應民意 然後爭取地方的建設 但是他一定要問對人 問對話 還要找對錢 這民意代表才有用 我想請教一下院長 上午你還是行政院長林全 下午之後你會不會變成行政院執行長林全 行政院沒有執行長這個職務 對 但是整個權力的分配就會不一樣 因為下午之後開了一個會 叫做執政決策協調會議 以後到底哪一個會議 說了算 哪一個人 說了算 到目前為止 你看表列上面有多少個會 有 周一下午今天第一次要開的 有小英總統召開的 執政決策協調會報 周一晚上有行政立法政策協調會報 周三上午有府院會談 周三下午有民進黨中常會 周四下午有便當會 周五上午有黨當會議 總統好忙喔 總統會不會瞎忙 會不會以會養會 這麼多會裡面 我請教院長 哪一個會說了算 決定了國家的政策方針 決定了預算分配程序 這非常重要 院長 第一個這裡面 您剛剛所提的會議 不是每一個總統都會參加了 第二個我要特別說明 其實這個不影響到 我們的目前行政院 或總統府的職權 我們只是希望 在這個執行的政策過程中間 能夠多一些溝通 讓很多政策 它不至於在執行的時候 很多面向考慮的時候 沒有考慮到很清楚 那院長 那我請教 就直接單刀直入請教你 周三就要對決了 到底一例一休 是行政院的決策 還是總統的意向 那如果你跟總統的意見不一致 到底總統說了算 還是院長 您說了才是 總統和我的意見一定會一致 為什麼會一致 我們當然會討論 所以協調目的就是要討論 討論之後就變成我們的共識 總統 法定職權 只有兩岸外交國防 內政是院長你的執長 今天一例一休 兩例到底誰來管 如果民進黨立委 趙委再次在落跑 這個罰款除了三萬之外 還有黨籍處分 到底是院長說了算 黨團說了算 還是總統說了算 還是我們蘇院長說了算 但是一例一休目前就是已經是 應該想說我們是府裡面也了解行政院的政策 那麼立法院黨團也了解行政院政策 而且對這個政策是沒有什麼質疑的問題 那到底是誰拍板定案 是您拍板定案 我只是與這個做案例 一例一休是行政院說的啊 只是我們要把這樣一個政策要透過 比如說要透過行政立法協調 讓黨團能夠了解 黨團能夠支持嘛 所以我們會透過這種方式去跟它溝通 那當然也會需要這個 有的時候因為它很多意見是來自於不同的部門 包含這個外界的意見 那我們也需要讓其他的部門也能夠知道 這個是必然的 院長 特別為什麼以這個案例做一個給您建議的原因是 未來這個週一下午的匯報 會不會讓從院長變成行政院執行長 這是關鍵 一例一休只是大家比較矚目 是因為如果今天是你拍板定案 當然勞團企業界找你遊說 但是如果是總統說了算數 人家不會找你 同樣的院長 如果今天總統覺得很多事情是他來關心 但是沒有一個標準 那我跟你講 我們視為國球的棒球 明年有經典賽 三頁就要舉辦了 到目前為止 別的國家都已經摩拳擦掌 都已經把軍情掌握得非常清楚 只有我們到今天為止 不管是棒鞋 職棒 體育署都拍板 沒辦法定案 這時候 院長你要跳進來嗎 還是總統認為 這會影響到國人的情感 所以我總統要進來管 你知道嗎 連棒球 都有機會變成總統 利用週一下午的匯報 因為事關民心事氣 影響到民意滿意度 院長如果總統不知節制 又沒有一個法律標準 說總統什麼該碰 什麼手不該介入 院長 您會做得非常辛苦 總統關心 因為他是要選舉 而且他的政策 很多是他的主要政見 所以他關心這些事物都是合理的 只是說行政院 當然會在這個部分 要幫總統去 就這些政策考量的時候 我們提出一些政策方案 是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能夠執行 所以這種溝通 不限於是跟總統府 跟立法院也要溝通 跟社會大使也要溝通 那麼都是要去溝通 如果溝通不良自然而然就會 我很擔心的是 你的權力一天天被削弱 我講的都是有引進句點 院長 我最後再舉一個案例 您就放在心裡就好了 那一天我們同步輻射中心 台灣光子園設施成立 總統也去了 然後李遠哲院長也去了 李遠哲前院長就講說 航空母艦上面戰鬥機不足 這航空母艦是沒有戰鬥力的 意思就是預算不夠 總統說他聽懂了 您知道嗎總統講這句話以後 一路就從院長科技部 一路下去就去籌經費 擠經費 所以大家就知道 以後要找經費 院長 你已經大權旁落 所以我希望院長 你要做一個真正的行政院長 所以我今天還是找你質詢 但我希望下午之後 你不要變成行政院執行長 可以嗎 不會啦 行政院的這個政策 當然是我要負責 而且我要做決定 好 那接著院長 我就要跟你請教的就是 如果現在您還是行政院長 在上午之前的話 那我請教你 我們桃園的鄉親 到底還要被騙多久 還要等多久 我就移一個我們中立 最熱鬧的福隆大飯店前面 這個圍籬 從2014年圍到現在為止 佔據了我們中正路最精華的區塊 你知道為什麼嗎 院長 看那個樣子應該是捷運是不是 對 因為2014年之前 我們桃園的鐵路是高價化 這個案子從呂秀蓮做縣長 做到副總統下來 好不容易鐵路高價化定下來 我們臨時軌做到了內力 我們捷運已經往下開挖 要從中逢北路 一直要通到我們中立火車站 突然來到我們佛隆飯店前面 停下來 你知道為什麼停下來 對不起我不清楚原因 因為鄭文燦上任之後 說我要鐵路地下化 他說鐵路地下化 一句話一講 兩年這工程停在那裡 因為一個鐵路到底高價跟地下 會影響到這一個機場捷運 到底怎麼樣穿越 中立火車站 包括穿越我們桃園火車站 鄭保希委員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定案 我跟鄭委員 我們每一個都很苦惱啊 一停停兩年 好我要跟你請教的是 如果能夠地下化 我也支持 但是你看那個經費數字 那個經費從原本地下化 中央只要負擔 一百九十九點七五億 將近兩百億 地下化中央要負擔到 將近七百億 突然瞬間暴漲五百億 我們地方原本地下化 高下化只要負擔一百零八億 現在要負擔三百三十一億 我請教你 今天我們桃園的預算 今年首度突破一千億 現在又要承擔 除了鐵路地下化之外 還有捷運重線 捷運立線 還有我們捷 還有我們後站 還有輕軌 太多的預算 太多的支票 但是沒有真正的到位 一個機場捷運 卡在那裡卡兩年 我們中央損失多少預算 但是現在我要跟您提醒的是 在今年八月八號之前 我們為了鐵路地下化 我們地方所提出來的自償率 都只有百分之六點三七 為了 不敢講說騙中央了 為了爭取到中央的支持 地方的自償率 可以從今年八月八號 還要維持六點三七 到九月九號 突然可以暴增到 我們可以自償百分之二十點零二 請教院長 如果一個首長 可以讓自償率 從百分之六點三七 暴增到二十點零二 院長 你不要做了 他來做院長 他有能力爭取這個財源 院長 部長這個錢怎麼來的 請告訴我 你不要再騙我們了 我們為了等這個鐵路高架地下 等了二十年 現在為了一句話 改鐵路地下化 你知道我們這個工程擺在那裡 民眾苦不堪言 給我們一個答案好嗎 這個部分我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讓賀成部長來說明 陳委員跟您報告 這個大概最大的差別是第一 就是這個鐵路地下化的想法裡面 對於車站的這個可以再開發的站位 跟面積都增加很多 那第二就是關於容積率上的計算 還有它的單價 也因為在地方政府 他們的都市計劃的著眼點上面 也做了一些調整 那這些部分 當然它本身是不是夠完整的討論 這件事情我們交通部也好 或者是國發會也好 都會在這個上面再來做嚴謹的審查 希望這個案子是符合地方政府 同時也能夠使這個建設 能夠真正的造福地方 賀成局長 院長我們相識都超過20年以上 你們兩個都是我很尊敬的人 我們都是很務實的人 怎麼可能在8月8號之前 地方政府說我的自償率只有6.37% 一個月就突然自償率可以上升到20.02% 難道過去都在睡覺嗎 院長這不是小事喔 不要因為只有台南鐵路 有所謂地下化要動議的問題 我們桃園為這個事情苦了20年以上 院長 局長 部長 我們還要多久 地下化我不反對 再次強調 可是請你告訴我 什麼時候可以動工 什麼時候可以完工 就如同剛剛您所說的 最近這幾個月 就一直在嚴審這方面的看法 所以現在還不敢講說 這個案子什麼時候會核定 不過針對這個真正的財務 還有它是不是因此 會造成其他工程上影響的 我們還是希望 我們跟地方政府再來做嚴密的討論 今天這個問題不是我發聲 是桃園市議會 都已經跟鄭文燦市長質詢了 他們拜託我說 有那麼好的能力嗎 如果有 你中央黨趕快支持我們啊 問題是 這個財務計劃 從6.37突然到20.02 部長 我不要說因為這個計劃 你說我今天質詢以後 你把它打回去 然後4年 就繼續 你看到我們進化區 繼續擺爛擺在那裡 不可以這樣子 我了解 但是你不能夠再繼續欺騙我們桃園鄉親 你知道 很多人從少女時代 一直等到現在做阿嬤了 他說我這一生希望看到 到底高價低價都可以 保清委員對不對 你看我們不分藍綠 他還跟我按讚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事情是我們桃園鄉親的痛 這個痛請放在心裡 第二個痛 不用機場捷運 機場捷運 請問院長 什麼時候可以通 這都很專業 我們還是讓賀成部長來說明 好嗎 院長 你真的快要變執行長了 院長這個事情是桃園非常重要的兩大建設 對啦 鄭文燦這兩項沒做好 我跟你講 他就換鄭寶欽做市長 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鄭雲鵬在那邊排隊 因為這兩個案件是桃園民眾最關心的 也因為這兩個案件 所以吳子洋連任沒有成功 結果你竟然莫不關心 好沒關係 鄭文燦馬上就過任期過一半了 沒關係 但是我請教一下 部長 我們桃園捷運已經把資本額都賠完了 現在還跟中央求取30億的賠償 因為七度延遲通車 我們機場捷運公司已經開門很久 我們30億的資本賠完了 我想首先不是賠償這個字眼 那麼最主要就是在籌備這個機場捷運的過程當中 很多地方需要營運單位 他們在備料還有這個人力上面能夠來配合 這個上面如果有牽涉到為了去做各種測試 那麼營運單位所需要的資源 當然在建設期間必須要編列預算 這個部分我們交通部和桃園市一定會來辦理 關於您剛剛提到的騎乘的部分 我們應該說可以很樂觀的來期望 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按照程序來通車 因為我們在最近的這個獨立的 這個調查委員會的這個協調之下呢 其實在現在很多爭議的事件 過去大家沒有團結起來 共同克服困難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都已經改變了 我們希望這段時間能夠克服這一些 大家對安全的疑慮 以及營運上的不熟練 如果都能夠改進的話 我們相信就會走入這個處理寬 來進行這個後面的 不久的將來捷運要通車 這句話我已經聽很久了 是 我聽很久了 因為機場捷運的通車另外一端就在我中立 我們很關心 鄉親都很關心 但是我同樣的也跟院長提醒一件事情 我剛剛提到鐵路地下的話 可以在今年8月8號以前 自償率是6.37突然暴增到20.02 同樣的機場捷運 在520之前 有待改善的事項是4522項 4522項 好偉大的交通部 好偉大的行政院 才換一個部長 從4522項 現在降成只剩下25項待改善 部長 部長 絕對不要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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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了兩億元 這邊敲敲那邊打打 經過一年之後說安全無欲 就不打掉了 阿扁選捷說木柵捷運線是捷運的捷 是捷難的捷 說一定要把它打掉做木柵捷運紀念碑 留一根柱子 結果江耀忠上任以後一年花兩億 做了一個信心補強政治補強就通車了 現在江耀忠做我們機場捷運體檢小組召集人 我突然間又看到他準備要做高鐵董事長 對不起喔 不要說我政治聯想力很豐富 江耀忠讓我聯想到木柵捷運線 聯想到機場捷運 聯想到高鐵董事長 如果今天機場捷運 是為了政治支票通車 院長 部長你對不起我們台灣人 好不好我特別提醒 江耀忠要拿出政治良心 拿出工程真正的背景專業 我想不管是木柵線 或者是現在機場捷運 都不是單獨江耀忠個人 他可以來論斷 他可不可以是通車 同時這個中間 我只跟你講說他有前科 他有前科 請記得好不好 請院長 多關系我們桃園 可以嗎 院長 好 謝謝陳委員 謝謝林院長 現在請黃委員 韋辰 及中委員嘉賓聯合質詢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誰ётся 我們來啊 指揮各位同仁 李院長各位 雙方各位 臨壹各位 虽然今天外交部长没有来 但是还是因为行政员的事情 还是请问你 看到ICAL的问题 然后再看到UNFCCC的问题 其实中国对我们的打压 是会持续的 好了 那先前我们又看到了外交部 事实上对于驻外管设 会有一些精简的动作 那你要一方面精简驻外管设 一方面我们对我们驻外管设 有一百多个 那接下来要做一个盘点 那接下来我们参与国际组织 事实上根据外交部的资料 有37个国际组织有会集 有22个国际组织 我们是观察员 我想请问的不是一个细节 想请问是外交大战略 我们整体的外交战略 是不是会变成越来越紧缩 就是说政府一方面资源有限 一方面也不能参与 这么多国际组织无限制的参与 那接下来会怎么做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这样来讲 外交部他对外管的减少目的 其实并不是说是要紧缩 我们的外交的战略 应该是说我们希望让他做得更有效的 资源配置 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我们也了解到未来这段时间 我们在整个的外交中间 因为对岸的一些杯葛或者抵制 会让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困难 其实早期就已经存在 只是因为有一些假象 让我们误以为它不存在 那我们现在只是面对它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有意志力 假象是什么意思 假象就是我们以为外交是 所谓的外交秀兵 造成了很多外交危机 好像都不见了 其实外交危机是存在的 对 那危机都是存在 只是今天我们是要去面对它 所以一些和平的荣景是假的 就是说那些东西 有些东西可能是我们误以为 它是不存在 事实上是它 就是假设是今天我们参加 国际组织的这个机会 是由对方 或者是由中国大陆施舍来的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一种假象 过去是施舍来的 没有错 我们是希望能够是靠我们的力量 去能够逐步能够取得的 虽然这个逐步的过程很辛苦 也许有挫折 但是我想这个部分 才是比较实在的 所以院长 接下来您可能会面临到 就是说新的政府和我们的国家 将来在一段可预见的未来 可能会面临到一段时间的冲击 外交上 或是国际参与 我们当然希望两岸之间 能够维持一个善意的互动 但这个善意的互动 必须要建在双方都有善意的情况下 绝对不是单方面的善意 最后得不到 不是我方有 对方没有 所以我们是希望在这个立场上 对方也能够有一个理性的思考 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善意互动 如果这样的善意互动 建立起来才是比较务实可靠的 对 我知道 但是希望 我其实只是我这样问的原因 是在于说 政府要给民众一个心理的建设 或心理的准备 可能将来 如果在 譬如说 善意的互动 双方的善意互动 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达成的 那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那个时间之前 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些冲击的 观光客只是其中一环 当然 然后这个国际组织的参与 只是其中一环 甚至于可能邦交 也甚至只是其中一环 那在这样的过程中 总统其实也就做了一些提示 就是说我们 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要自己 可能要更严肃的 或更严 面临这个严峻的这个挑战 可能我们自己 不要仰赖中国的这个观光客 也不要仰赖中国的经济机会 这部分可能我们自己 要有心理准备 我想我们的国际空间 或者我们的未来台湾的发展 都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实力了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我们只有加强我们的实力 才是最特殊可靠的 好 谢谢 那么院长 接下来我的请教的部分 也要有请我们朱主机长 一块来好不好 好 请主机长 来 那么院长 主机长 我这边要请教的 就是我们今天是 总预算编制的质询 那我们看到呢 我们目前啊 社会福利支出啊 占达我们税务支出 税初的四分之一 这很大的规模 那今年较去年就增加了167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 目前我们增加了哪些呢 在强化社会照顾的预算编列当中啊 我们就有390亿 那在各计划项目当中呢 我们分别看到了 用在扩大社区照顾 提升长照品质 我们增加了111亿 我们的社会住宅呢 用了一 可用157亿 我们在强化实案呢 增加了7.2亿 那么反毒 反诈棋等等啊 这些都是我们强化社会照顾的内容 应该没有错吧 对 好 那我们知道呢 在其中啊 在社会照顾的部分呢 其中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呢 是在社工要去执行的 包括社会救助啦 社会发展啦 公益券目等等等 好 尤其是这些保护性业务 家庭暴力防治 性侵害 性骚扰 儿童 儿少保的处域 这些 我们都需要社工人员 第一线的人员 去做直接服务 但是 我们的社工能力不够 所以我们长期来到 委托 社会福利团体 帮我们代为执行 主席长知道吧 是的 院长了解吗 来我们现在看一下 目前呢 我们在99年到104年 104年的社工部门的人数啊 就是蓝的部分 那么缺額的部分呢 在红的地方我表达出来了 我们缺这么多社工人力 而且我们很多也委托 民间团体代为执行 那院长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社工人员 有没有百分之百 投入的第一线的社工服务呢 院长你估计 这些人员 好 我告诉你 目前以我所服务的 之前所服务的屏东县 这种为例 我们之前的朝县长 现在的操作也在这里 屏东县到目前为止啊 社工人力有200多名 其中公职社工是60多位 社会处长告诉我 他们目前呢 有四分 四分之一啊 超过五分之二 四成的人力呢 是在做什么 没有办法投入到 第一线的直接服务 要做文书 行政 间接服务的 在审达的核销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力 在做核销呢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啊 我们对于委托 自己主办 或者委托民间机构 透过招标采购的方式的方式呢 我们在费用核销的部分呢 有很多很多的手续繁杂 包括县市之间有差别 包括不同的机关有差别 包括人员之间 前面的后面的人员不一样 甚至连同一个审查人员 主席人员 他审查的标准也前后不一 我举一个例子啦 因为今天呢 我们新上任的唐政委员没有来 那我请教一下院长 你认为以唐政委员的资格啊 如果我们的社务团体要办理 有关于如何运用资料库的方式 请他来讲习 他可不可以担任讲师 你觉得以我们唐政委员的资历 他足不足以担任我们社务机构 应聘做我们社工赔利 这方面的相关的讲者 够不够资格 在理论上是够的 在理论上是够的 但你来看一下 我给你请看一下 这里面呢 我们定出了这些资己标准 其中呢 申请补助案的时候啊 要减负讲座的学历证明啊 您知道我们唐政委员是什么学历吗 国中役业 他没有高中国中的毕业证书啊 按照你们的规定啊 他连来担任讲座的资格都没有 而且还会着山哦 他大概连那个一千二德都领不到啊 我要说的就是说 这只是指其中一个例子 其他我再举一个随便一个例子 我们的承办人员常常说 他们办个讲席 或办个社区宣导 有时候有编列午餐费 编列了五十个便当 我们就规定要五十个签名 有时候差几个 还要请人家代签 我们都知道我们办活动有些纯Q嘛 五十个人 所以我是说这个东西呢都是有弹性的 那我们现在要问的是说 你这些缺乏弹性的经费估算 合销制度 我刚刚讲的便当的估算 交通费的估算 讲师费的估算 因为目前我们采用的是最低价得标 最低价得标的结果呢 我们社服单位啊 跟一般的工程公司一样 我们土木工程啊 还有一层的管理费 这一层的管理费呢 他们用来处理这些行政机关的各种要求 但是我们社服团体承接这地方政府委托的直接服务案子 他常常呢领不到钱 什么意思 我们有足齐合销嘛 做完一起领一起的钱 但是足迹长 过去我们中央政府在补助合给的地方 这些社会福利服务的支出的预算 什么时候到 有没有到年度底才给的 我们一般在理论上是说 签约以后会可以给一定比例的钱 那是地方政府要从现款调度给 中央不会 中央往往今年度的合给的预算 决定的预算 不会在年度一开始就核定 过了年终才核定 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 可能会有 经常是如此 我也知道你们开过一个联系汇报 但你想想看 社服机构不是盈利事业 我工程行我来包政府的工程 我有周转金 合理嘛 我先拿钱出来垫嘛 但你知道吗 现在社服团体承接我们政府的社会福利照顾服务事业 他自己当周转金 有时候地方政府看不过去了 现款先调度支给 还必须在地方政府的主计单位 默示之下才可以的 主计长该怎么解决 我跟委员报告 这件事情刚才委员讲的一些事情 我们在520之前 就有社服团体跟我们反映 那520执政以后 我们就有请卫福部 联系主计单位 地方政府 以及审计部 开会检讨 而且在北中南都有举行研导会 那我们修改以后 在8月底已经指定说 各地方政府有统一的一致规定 各地方政府不要有自己在契约里面加一些规定 那如果说委员所讲的还有一些执行的问题 主计长 地方政府不会无聊到自己发明额外的规定 都是我们主计单位的要求 只是不同的机关之间的主计的认定 未必一致 没关系 你们有做联系汇报了 接下来我要请教院长 其实您意识到了 今天我们主计单位人员非常重要 防止经费的腐烂 要防止内部的房币 它是重要的把关者 但是要请认清楚 今天政府在推动 包括长期照顾各种福利服务 直接输送的时候 社会福利团体 第一它不是盈利事业 不能把它当在标我们公共工程的单位来 公司来看 第二个它不是我们行政机关的内部员工 我们的内部的监督机核的作为 应该要内外有别 我举个例子 合理的防病呢 是什么 我们今天 本来我以为说 我们新任的科技政委 那个资讯政委呢 有来 我就要说 其实呢 现在的大型的物流公司 仓促管理 不会逐渐逐渐的抽查审核 就像说 今天如果说警察要求要查 有没有汽车在偷运枪械 不可能把马路上每辆车子都拦下来检查嘛 过去有用抽查的 另外一个就是大数据的分析 我希望院长呢 能够责成我们新任的 我们的资讯政委 能够将过去地方政府执行 相关社会福利预算支出过程中 所建立出来的单据核销的结构内容 以大资料库的方式 去整理出一些合理的常态分配方式 然后政府的集合 只要受委托单位 他也是标来的 他也是招标得雕的 用这个方式去要求 过去有些补助 我们只要凭领域就可以核销 后来呢 很多这样的方式 尤其招标采购的工程 不能凭领域核销 是不是主计长 可能你不太清楚了 所以我是觉得呢 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院长能够明确的指示 请主计处跟我们的资讯政委 针对包括为了我们要推动长期照顾 我们有很多的事项呢 都要委托民间办理 单单以刚刚我说的为例 以屏东县为例 我们明年的长造经费 较今年成长 16170% 那怎么标 也标不出去啊 没那么多成立单位啊 现在说要改采约特约制 比照健保的方式 只要你符合我的机构审查范围 你就会从事这个服务 院长 您来回答一下 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社会团体 不要被政府僵固的这些 计查的规定所绑死 院长我简单的说 这次的风灾过去 您有个指示 重塑 重优 重检 是吧 其实这每次风灾或天灾过去 每任的院长或是甚至总统都会这么说 但是这个重优 重塑 重检 是要做到 不是这个宣示 所以整体的包括风灾的部分的整体的行政作业流程 刚刚中委员所提的 社福团体 社福团体基本上是服务弱势的 如果它要花费大多数的人力来做一些paperwork 其实坦白讲 为了防避 但是这个反而是让弱势的权益受到很大的打压 所以这个重优 重塑 重检 所谓检证 便民 是应该全面的 在各个最需要的面向来直接做到 那民众才能感受到 政府不是服务它了 不是刁难它 是不是请院长做一些承诺跟说明 谢谢 谢谢两位委员指教 我想你们提的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我在这边特别说明 我是很惊讶说 您今天提到说是 我们的社福人员有40%的人力都消耗在这方面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去重新定个目标 我们希望未来社福人员用在这些方面的部分时间 不能应该超过它省力的十分之一 至于你用什么方法 我们需要去改进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结果 结果就是它人力不应该有这么多 是消耗在这方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增加更多人力 来做新增的社会福利工作 这第一点我特别希望能够以这个为目标 我们来处理 第二个就是您提到刚刚讲特别长照部分 那我也有注意到 因为过去长照之所以经费和销很慢 这主要还是跟它 我们现在是编在总预算里面 那预算的报销就造成这样一个制度的延宕 所以未来我们已经要求 就第一个我在这一次已经要求 就是我听说有些长照机关台里 它的经费要等六个月才能拿到 我刚刚讲说 在年底之前 这个制度不改之前要检查到只剩三个月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未来要做整个制度修改 就希望用基金制度 用这个部分的制度 就不需要在它主笔制度向来合销 而是定定一个标准就可以去合销 那这个制度呢 就是我们未来新的长照制度推广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制度引进来 那就可能能够用一老 好 谢谢黄委员 谢谢中委员 谢谢林院长 报告院会 106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之质询 总计进行一天半 9月26日及本日上午 已寻答完毕 谢谢林院长及相关部会首长 列席答复咨询 现在我们做以下决定 106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 营业及辉业部份 交财政委员会 正面咨询上未登载公报者 一律补刊 下午2030分 继续开会 进行104年度 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 及其他特别决算审核报告 等案之报告咨询 现在休息 然后 Caleb 来 mitt 回到 5 独特别决算审核報告 接下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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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